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哎呀 真是天使博弈 这下我没错 不知道里面有没有人 嘿嘿 继续教授 这屋子也不小 两只其他东西都没有 大娘 你现在让你休息吧 有啥事直接叫我 我给你倒点水 谁谁谁 你谁呀 我谁 我还想问你呢 你谁呀 我 我收电费了 现在都在网上自己交电费了 你说啥电费啊 不是 我说的是去年的电费 就你们家没交 我过来测一测 欠了8000多呢 你看你 啥手交呢 这不是我家 你没看见我穿白大褂的吗 我是医生 家庭医生 专门上门给人看病的 哎呀 这不是你家呀 那夜主在哪呢 哎 夜主啊 就有个老奶奶 在里屋躺着呢 嗯 那你让她出来 她自从进了那家屋子 就住不来了 哎呀 什么情况啊 哎 那个老奶奶啊 吃太多了 门框太小 要不咱让我上门呢 这样啊 那还有其他人吗 这家啊 再没其他人了 就一个老太太 那她是房主啊 对啊 她是房主 那这回咋办呀 千八千多块钱呢 要不这样 你现在在这儿待着 我进去 找那个老太太 单独谈一谈 跟她商量商量 看怎么交电费 啊 你跟她商量啥呀 她一个老太太行动又不方便 再说了 这电费啊 还能商量不成 那咋办呀 你刚才不是说了吗 说她是一个老太太 我如果收到电费 我哪有点回去 跟上面领导交代一样 我得跟她谈一谈 谈啥呀 老太太也没钱 嗯 要不这样 你先给她电上 嗯 开玩笑的吧 我一个家庭音 行我电啥 要是我能电 你也能电啊 你咋不给人电上呢 哎呀 我不是想着 你跟老大娘熟嘛 我跟她又不熟 我一个员工 不能随便电 要不 我还是亲自 找老大娘谈谈吧 好 等一下等一下 你这是咋啦 怎么直冒虚汗呢 冒汗了吗 而且啊 我看你这脸色也不太好嘛 我给你把个麦包 哦 麦包跳得这么快 小伙子 你这个心率不太正常了 你这心脏还是也在跳舞吧 还是摇拱啊 嘿嘿嘿嘿 我跟你说 你这要早点去看 不要最后小毛病变成大问题了啊 遗憾终生了 你说什么呢 有啥毛病啊 啥毛病也没有 我就这毛病 这都是老毛病了 也没啥毛病 哦 我看你这是老子有问题 要不我给你打一针吧 啥 打针 打啥针啊 我不打针 我从小就害怕打针 而且我还用针 不打针 哎呀 现在你不好好看这个毛病 以后可不是打一针就能解决的 啊 医生 我不打 我好着呢 那啥 我现在去 找老太太聊去了 嗯 别走啊 打一针就好了 真的不骗你的 不打针 不打针 谢谢医生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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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疼死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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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瞧这点 一个大男人喊什么喊 矫情死了 我告诉你 但按照这你就会知道 特别的舒服 啊 怎么样 感觉怎么样 哎 你还没说啊 真的 哎呀 感觉自己清淡淡的 前所未有的清淡 特别舒服 而且啊 我感觉我这腿啊 越来越没感觉了 麻麻的 感觉还不错 我就说吧 来 我再给你这边腿上眼 来一点 好来 哎呀 特殊了 哎 不过 这感觉啊 麻麻的 酥酥的 清淡淡的感觉 哎 不过 我不能忘了我的正事 我还是 要去跟老太太谈一谈 啊 我这腿 咋吃不了劲了 啥情况啊 没事 这是正常反应 十二个小时之后呢 你就会 恢复正常 啊 这样啊 啊 哎 不是 我这腿 怎么一点都伸张气 啊 对吧 啊 不会出问题吧 不会的 不会的 我可是神医 哦 这样吧 今天呢 你也不太舒服 你就先回去缓缓 明天你再来找老太太要张吧 哎呀 医生 我说我都没有力气 咋玩呀 啊 一个大男人这么矫情干嘛 使脸镜呀 那行 那行 大夫 我没力气 我动不了了 小样 大夫 我双腿甩 实在等不动了 咋回事啊 才走了这么急步呀 啊 啊 大夫 你干嘛去啊 我下班了呀 我回家啊 啊 大夫 你别走 大夫 你能不能 帮我看一下腿 我的腿 实在弄不动 那点力气都没有 腿软呀 啊 啊 没力气呀 啊 啊 难受就对了 知道我给你打的撒腰吗 撒腰啊 不是治病的腰啊 我告诉你吧 你这个小偷 我给你打的是麻药 哦 就你这点破伎俩 还想出来偷东西 我告诉你 我已经报警了 你就在这儿乖乖等着警察叔叔把你带走吧 哈哈哈 哈哈哈 拜拜 啊 你 你回来 哈哈哈 哎呀 急死我了 怎么还不来啊 嘿 美女 是您叫车去医院是吧 啊 对对对对 快上车 哈哈哈 啊 啊 急死我了快带我去医院 美女 能不能等我一会儿 我先去加点油 不然等会儿 还得折回来 好的 可以的快点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打破吧 没有 喂 他们醒了呀 你赶紧叫人去 把他们嘴封住 用绳子把他们绑起来 再给他们灌点药 要是不听话 就教训下他们 等会儿我就过去了 哈哈哈 给我稳住 控制住局面 他们要是不听话 你就给他们注射症静剂 记 记得药量不要过大 要是出问题就不好了 美女啊 嗯 我现在开车了 你坐好了 你不去加油了吗 哈哈哈 哎 司机啊 你这是搞什么 我要去医院 你把我拉警察去路边干嘛 你到底知不知道路啊 不知道你要导航啊 美女 听我一句劝 苦海无边 回头善 我不强制送你进去 你自己 去警察局 自首吧 啊 我又没犯罪 我自首啥啊 你刚才说的那些话 我都听见了 你现在自首还来得及 不然我就强制送你进去了 喂 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 那还用问 你是网驾犯啊 什么 我劝你别干这些违法的事 哈哈哈 去自首吧 人要善良 不是 我没绑架人 我自首什么 你怎么会这么认为我啊 你刚才打了电话的内容 我都听得很清楚 你绑架了几个人 还说有什么神色帮你起来 你这想象力真是让我佩服啊 断章取义加以想象 往来我就着急 你还给我来这么一处 真是气死我了 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 你是干啥的呀 我是兽医啊大哥 啥 啥意思 兽医啊 就是给小动物看病的兽医 那你刚才说 把他们嘴封住 用绳子绑起来 还打正经济什么的 哎呀 今天要给几只狗动手术 那几只狗皮的狠 不把他绑起来 他乱动怎么做手术啊 不封他的嘴 他咬我怎么办 那可都是大狗 局面一旦不受控制 那真就是乱套了 哎呀 真不好意思啊 对不起啊美女 耽误你时间了 你说好 我这就送你去医院 啊 好快走吧 嗯 要不真就来不及了 知道不不 不玩不玩 二手 贰 出击